大家好,我是宗师傅,今天做一道沙姜猪肚 猪肚一只 切下墙 中间破开 这样能方便清理 墙也是把它破开 开始洗猪肚 下盐下多一点 广东米酒 白醋 生粉 把它的棉叶抓出来 不要怕它疼 看一下这些脏东西 一定要抓出来 除非你喜欢吃 抓五分钟 抓洗五分钟左右就行了 用水清洗干净 取锅接水 下足度 水消开后 滚三分钟 捞出 捞出 用冷水过凉 再把这些白色的黏膜刮掉 这些黄色的也要刮掉 飞水的目的就是更方便清理这些黏膜 清洗干净 取锅 取锅接水 下酱蔥 下足度 广东米酒 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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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克盐增加底味 喜欢吃爽口一点就包半个小时 喜欢吃浓一点就包一个小时 二选一 自己看着办 准备 准备腐料 清洗干净的豆芽一斤 红萝卜一截切丝 目的是搭配颜色 沙姜15克多碎 半个小时一到取出猪肚 开始制作 取锅烧水 下盐3克 白糖2克 下点油 水开下豆芽飞水 滚20秒捞出控干水分 锅洗净下正经的发酱油 下沙姜 开小火花30秒爆香 也可以用淋油的方法把沙姜鸡香 然后下10克蒸鱼洗油 煮开即可 放下刚才烫熟的豆芽 刚才包熟的猪肚改刀切片 切斜刀片 淋上刚才煮好的沙姜 撒上性感的充发 沙姜配猪肚疚疯狂又炫酷 吃上一小口 今晚妹子别想走 朋友们 沙姜猪肚已经做好了 你学费了吗 好期就是好期 就是有点贵 成本有点高 我买这个猪肚花了40mg 还有饭子留起来 下个视频继续做菜啊 点关注不迷路 小钟带你向高速 沙姜猪肚技术总结 一 猪肚有好多粘液 必须按照视频的方法处理干净 二 猪肚的口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选择 喜欢吃爽口一点 包半个小时 喜欢吃冷一点 包一个小时 三 沙姜尽量多碎一点 不然吃起来会有粗糙的口感 四 做的不好 仅够参考 哦 以上食材及调料 不喜欢吃的可以不放